加塑整 阿 耶 路 亚 阿 耶 路 亚 阿 耶 路 亚 愿主灵们同在,宫主圣马虎主灵,那时候,宗主们聚集到耶稣登前,将他们所做所教的一切,都向他报报。 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来,我们私下到天地的地方去休息一下,因为来晚的人太多,使他们连吃饭的时间也没有,他们便沉船悄悄地往天地的地方去了。 人们看见他们离开,有许多人知道他们要去的地方便走各成真步行,一起往那里去,比他们先赶到了。 耶稣一下船,看见大群人,就对他们动了领悟的心,因为他们好像没有牧人的羊群,就开口照须他们所示上主的圣言。 基督牧人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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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分百的月 也是神 他是天主的儿子 那天主 不是一个遥远 顾虑我们的神 他是同性我们的神 他忍不住看见 我们那么的幸福 才派遣耶稣 来到世界上陪伴着我们 当我们的 同胞 所以耶稣 耶稣也是跟天主父一样 他会常常怜悯我们 他会动怜悯的心 他是用自己的人的心 同情我们 看见我们累 他就会难过 看见我们不痛 他就会掉眼泪 看见有人死 他也会哭 所以我希望我们会 看福音的时候 我们会感觉到耶稣 是唯一的能够 怜悯我们的人 他是唯一的能够 了解我们的心 的天主 然后 他的 我们的门主们 回来了 上个礼拜 我们看见 福音 耶稣 派遣 门主 去传播福音 然后他们回来了 那么耶稣就看到他们累了 因为也吃饭的时间也没有 所以就想要准备一个小避迹给他们 不是天字照着的人听到避迹就听不懂 因为中文避迹是另外一个意思呢 要解释那个每一个字的意思呢 而且我觉得有点怪 因为要算是避免安静 不是避免安静 是避开世界的烦恼 然后去给安静的地方 休息就是避静 天主照死的意思 所以有时候呢 办一些避静 我们就想到底谁发明这个公司 是耶稣会吗 是那个 避兰主吗 那我是耶稣 耶稣本身 耶稣本身想要 休息 跟他的朋友们在一起 可是你看 你没有开始就要继续工作 所以 不像我那么幸福 还一个月在避兰里面 不过 你看 我还是回来了 因为 我不敢 抛弃我的羊群 其实我没有抛弃谁 因为 你看 这一次我找到一个很棒的神父 那个文神父 所以虽然他不在 我就跟他说 跟你们说 我们感谢他 希望你们都满意 他人很好 然后 我不在的时候就 帮我很多 所以我很感谢 然后感谢大家 忍耐 我不在 还是觉得很好 所以你们看 这个耶稣会了解我们的人 对 我们常常说 我们需要 真的需要休息 休息 不是什么都没有做 休息 不是什么都没有做 休息是为了 找到自己 然后 找到耶稣 所以如果 休息的意思是去 什么都没有做 做得到这一时间 可是如果是为了 重新找到自己的圣招 然后 我跟耶稣 建立点关系 那是很好的 我在一旦命 很多人说 你们看 我们台湾人很厉害 他们都不放假 一年 一个礼拜也找不到 然后他们很惊讶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然后在飞机场的时候 听到一些台湾人 不是我们的 台湾人 他们说 一般来他们 一个月要 必须放假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对对是这样 意大利很难过 我觉得 如果你们去 意大利发展 很好 如果有很多空间 有很多工作可以做 我觉得 我们意大利还要 学习你们的 什么说 拼命 拼命的态度 那你们可以学习 我们 享受生活的关系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OK 那很高兴 我看到我们 我们去 台湾的朋友 还在 希望你们 有跟大家分享 有没有分享 一点也没有 你们 有没有分享 没有 很可惜喔 我们要找一个 分享会 那名上不是分享会 所以 我不理说 可是我很想 跟你们分享 嗯 跟你们分享 我们去意大利做什么 然后 嗯 当然我有休息 可是也有工作 哎 因为我 我姐姐生了 很生了 我记得我 一年 她一直说 她怀孕了 嗯 然后终于到了 伊丹丽 她就生了 生了 一个很可爱的小妹妹 头发很多 嗯 然后 然后 跟其他的三个小孩子 完全不一样 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 嗯 嗯 然后就帮帮她 因为虽然我们 一张人不坐月子 嗯 可是需要休息 所以 我就每天去接其他的小孩子 然后陪伴着他们 嗯 或者把妈妈洗衣服 什么什么的 做很多家事 然后 嗯 嗯 也有去山下 跟我的爸爸妈妈 嗯 有几十个小孩子 去 嗯 一个礼拜 有个度假 跟我们关系的人度假 那边有三百个 人 一半 是小孩子 那你们想一下 一百五十个人 是大人 一百五十个人 是小孩子 小孩子的意思是 婴儿到 十岁 十二岁 这样子 嗯 可是 没有人少 嗯 没有人少 然后 我看到这些家庭 怎么相处 我觉得跟今天的福音 有点点没关系 因为 你们看我是个神父 然后去那边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呃 工作 我每天 帮他们做淋沙 有时候跟他们分享 我的 在台湾的生活 可是我不是主角 也不是领导人 他们有一个领导者 可是有一天 我就看到 这些小孩子 因为 没有安排 什么活动 嗯 我们的团体 非常 想要 自由 嗯 非常想要 自由 会造成 一个问题 就是说 没有安排 什么活动 所以很多人说 没有安排 有些人帮我们安排 什么活动 做不做事 让人自由 要看 那个人到底 要不要利用自己的自由 所以我看到 其实父母都分散 一下子小孩子都很吵 我就想 当然物理的讲 就是如果提供 一点点的活动 他们可能会 回配合 所以我就给他们说 小朋友来来 我们就唱歌 我们就开始唱一些歌 嗯 然后他们都很高兴 我也很高兴 嗯 跟今天的福音一样 耶稣看到人 然后 动怜悯的心 因为 感觉到 他们是 好像没有 牧羊人的羊群 然后开始 领导他们 教他们来做的事 那你们知道福音的效果是什么 有一些人真的 要听耶稣的话 有一些人 没有 有些人离开 所以 我们 我们尊重别人的自由 我们提供 提供 耶稣 给大家 我们想要让大家 要认识耶稣 我们不会勉强 任何人 认识耶稣跟随耶稣 我们会提供 这个 耶稣给别人 然后让他们自己 可是万一 我们也提供也没有 我们 我们没有跟别人分享 我们的信仰 他们怎么会勉强 所以 希望我们大家 能像这些人一样 我们要 分享 嗯 分享给别人 我们的信仰 然后 我做提醒这些 虚实大力的弟兄姐妹 我看一些 你们要分享 嗯 私底下也好 或者我们公开也好 我们要跟别人分享 分享好的东西 嗯 分享我们到底 这个 朝圣 我们有没有认识耶稣 有没有更认识祂 有没有看到祂 我们可以这样 这是我希望我们 带上会做的 没有去意大利的人 一样呢 不是说我们去意大利 才能够分享 我们生活当中 所认识的耶稣 我们一定要跟别人分享 跟弟兄姐妹们分享 或者跟外面的人分享 我们分享的时候 我们自己发现 我们到底学习什么 我们的信仰会成长 有一个人说 去意大利的人说 我这个礼拜 比一年的大为学能更多 听到一些句话说 哇 真的 真的 很好 然后另外一个人说 一个 我觉得很重要的 话 他们说 以前 我对耶稣 比照熟悉 我去意大利以后 我对圣人 圣女 开始一点点的感觉 因为我在意大利 看到很多的圣人 圣女的物像 粉末 教堂等等 然后 我顺便介绍这些人的故事 我发现这些人 不是很久 还有一些过世的人 陌生的人 他们真的是我们的弟兄姐妹 像保文中 也在这个读记二说 我们原来是敌人 我们原来是陌生人 在基督内 我们变成弟兄姐妹 所以不论是我们属于哪一个国家 哪一个文化 只要在耶稣内 我们都是弟兄姐妹 所以不只是这些还活着的弟兄姐妹 那些很久很久以前活着的人 现在在天堂的弟兄姐妹 就是圣人 他们会跟我们做朋友 他们会改变我们的生活 这是一点点的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我们再找个机会 我们可以再更深 跟大家分享 去那里的 常生的收获 一句话 啰 真的 认识